大家好,一年一度的苹果盛会刚刚结束 iPhone出13了 这个大家都准备好钱包 肾和你的旧手机了嘛 对吧,就是你要买新手机的话 你第一个钱包里要有钱 没有钱呢,摸摸后腰还有几个肾 如果还有两个的话,那还有机会 最后一个就是 看看手里的旧手机现在还值多少钱 这个呢,我觉得是最现实的一个方式 就是去买新手机 我们来讲讲苹果手机的故事 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发布的 什么时候这个其实有很多人去讲 我们不讲这个事,咱们讲点有意思的 苹果手机呢,其实是一种很现象级的产品 非常非常现象级 它里面有很多非常神奇的故事 比如说排队 对吧,最早的时候这个买苹果手机 都是要彻夜到苹果店去排队的 甚至呢,还经常会有人去报道说 哎,是我在队伍里看到谁谁谁了 我在队伍里看到谁谁谁了 然后哪个队伍排了几天几夜 对吧,要有这样的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呢,就给了这个中国玩家一些奇怪的启示 奇怪的启示,这个启示叫什么呢 叫饥饿营销 叫饥饿营销 这个后来被小米和华为玩的这个风生水洗 苹果呢,已经后来不玩这件事了 苹果以后的最近几年吧 都是会在这个手机发售的同时的话 进行大量的备货 他们以前呢,也不是说故意搞饥饿营销 他确实是做不出来 就是以前的这个手机生产和备货模式呢 不支持这种 就是当你这个新闻机发布以后 有这么多的人冲上来去买 或者说有这么多冲动交费的这个过程 他们不适应 苹果后来再慢慢的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国内的话,依然是在玩饥饿营销 慢慢慢慢在搞 对吧 这个,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啊 这个你没法说这个 华为到底是有没有这个手机做没做出来 是我就故意不卖给你 还是说这个,怎么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这个 让你去买,让你有这个紧迫感 这个事呢,咱们不乱说 不乱说 小米呢,我是知道干过一次事 他们是在英国 干什么呢 小米特别喜欢干的事就是叫手机抽奖 就是呢,你到我的网站上来报名注册 然后呢,去把这个 最后呢,你可以用一个很便宜的价格来抽到这个手机 然后这个事的话是被起诉了 为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啊,就把这个小米网站给扒了 就是等于是用爬虫把整个的小米网站拉回来看 然后发现呢,就是任何人只要上去填 他连判断都不判断 他那个里头偷台代码就直接告诉你没中奖就完了 因为你挨个判断这个事,他肯定很麻烦嘛 这个事呢,对于英国来说,他就属于一个欺诈 但是你在中国其实无所谓 我愿意告你中奖就中了 我告你没中奖,你就认就完了 对吧,你拿他也没什么办法 但是英国人也不行 英国就要求是什么呢 你如果说你要抽奖 你必须公示 你到底要中几个 然后你比如说我要这个一百个人抽,抽十个 你必须要先说出来 你不说出来都算欺诈 他们是大概几十万人还是多少人上去抽 然后呢,按小米官方的说法呢 是最后大概是抽一个还是抽几个 对吧,但是呢,他前面就没跟人说 而且呢,他在整个的代码里头 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判断 你是不是中奖的这个过程 对,这是苹果销售的一个故事 和他们所带来的饥饿营销 另外一个在苹果销售过程中的一个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我印象里大概是叫 My wife said no 就是说,忘了是在苹果几发售的时候了 然后呢,他就这个 有一个人排了很长时间的队 然后买到了苹果手机 然后过一段时间去退货 然后退货的时候呢 他里头加了一个条子 说我老婆不让买 就是我,My wife said no 然后呢,苹果也觉得很有趣这个事情 他们呢,就会去 就最后用了一个手机机会给他 就是钱我不要了 但是手机我送给你 然后呢,后边加了一个条子 叫Apple said yes 就是苹果说可以 对吧 他呢,就是会成为一个时期的热点 就是每一次有苹果新机发布的时候 都会成为一个时期的热点 这个所谓的热点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它会变成一种叫一般等价物 咱们说一般等价物好的就是跟钱 跟现金跟什么这些东西是一样 对吧 它的价值比较稳定 然后呢,大家愿意用这个的价值 东西呢,来衡量一个普遍的一个社会价值 只要是这个苹果发售时期 比如是iPhone 12,iPhone 11 前面吧 现在可能差一点 前面这个早版本的这个苹果发售的时期呢 你只要任何抽奖 任何这个奖励活动 任何什么这个就是我现在比如说你来购买我的什么 这个一个一个会员 假设你给我购买会员 购买然后我100个里头抽10个 抽的一定是苹果手机 抽的一定是苹果手机 绝不可能是什么小米手机 华为手机 这是不会干这事啊 当然这几年可能会稍微有些小变化 这几年稍微有些小变化 早期就绝对是苹果手机 为什么 因为苹果手机的价值是被大家所认可的 甚至呢 在通常每一款苹果手机发售的早期呢 它会变成理财产品 因为为什么就大量的黄牛 大量的这个搞金融圈的人 会冲进去囤这个苹果手机 就是为什么后来 就是早期的买不到 因为都被他们囤了 囤完了以后 他们会操控这个市场的价格 让每一只手机的可以多挣出几千块下来 对吧 他来挣这个钱 当然后来苹果也是在想办法治理他们 对吧 他觉得这个事是 不可以跟苹果销售来去惨杂的 他苹果后来在治理 治理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我囤一大批货 你买吧 我让你买 把你所有的价格都占住了以后 然后接着往外放货 然后让你这个亏掉 对吧 这个呢 到现在为止呢 小米和华为还没学会这件事 他们呢 还是在干这个 就是第一 机恶营销完了以后呢 给黄牛留出足够多的空间来 因为黄牛其实会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会用现金 然后呢 直接把你的库存都清干净 然后你就可以拿这些现金去干别的 所以这个 在比如说 华为 特别是华为 可能发了一个星期以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头 你会发现 哎 华为官网买不着 华为线下店也买不着 但是你在淘宝上能买着 加点钱 你能买着 小米也是这样 你在小米官网买不着 线下店你也买不着 但是呢 你在淘宝上 在所有的 哪怕是这个 二手机的什么咸鱼上 你都能买着 加钱 你都能买着 那就是他在给黄牛留时间 他跟黄牛之间的达成了一种默契 但是不是说 大家坐下签个协议 说我这么做 你这么做 不一定会有这事 但是呢 就是相互之间是有一个默契 就是我要保证 这个投放的一个节奏 然后呢 你黄牛在这里 他就有东西可以做 苹果不跟你玩的 只要是这个 他发现有黄牛炒作 有什么东西 他就想办法 要打击你 要收拾你 因为人家就是卖苹果手机的 你其他的人 你去干预我这个事 我就不乐意 对吧 这是苹果的一个故事 然后呢 中国跟欧洲的iPhone 因为我是在2016年吧 好像是2016年 跑到法国去 然后呢 发现他们用的iPhone 大概至少比中国 要落后两到三年 就是两三年前的iPhone 他们都在使 因为他也没有那么多的应用游戏 或者是这些东西 需要去装 你作为打电话 或者普通的Facebook Twitter一下 也够了 也够了 但是中国人的话 就是每次是要买新iPhone 每次是要买新iPhone 对 前面我们讲到说 这个只要iPhone新机一发售 然后呢 至少大概有 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大家都会用iPhone 来作为各种这样的抽奖礼物 或者是这个 一般等价物来标识 说比如说 我今天买了一个 这个什么什么汽车 然后这个汽车价值 比如说 这个20个iPhone 还是什么什么 他会搞这些事 为什么 因为iPhone呢 他自带流量属性 所以他属于一个流量低地 就是你比如说 我是现在做一个抽奖活动 我是用小米手机 或者用OPPO手机去做抽奖 那他可能关注度 或者传播度 它是一个状态 但你说我现在是一只iPhone 我去做抽奖 哪怕我是用最便宜的iPhone 去做抽奖 那我这个传播力度 和这个 这个关注度 就完全不一样 成几何技术上升 那你说我 我做这个抽奖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 对吧 那我干嘛不用iPhone呢 对吧 这个 我最多就是说 原来可以抽三个小米 我现在抽一个iPhone 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那在这个过程中 那就属于是这个 这个不用白不用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呢 就会去做iPhone的 蹭iPhone的流量 蹭iPhone的热量 然后呢 反过来 也使iPhone在这个时期的热度 进一步上升 也使iPhone在这个时期的热度 进一步上升 然后iPhone呢 还有一个比较神奇的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他每一次发新手机 就是今年发的iPhone13 你说iPhone13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去看别人的视频 我这不详细讲了 因为其实没啥不一样 就跟iPhone12很像 然后呢 但是他每次 他都得做点小差异出来 比如说从这个iPhone早期的版本 是只有一个摄像头的 后来呢 变成大概是到 我记得是XS吧 然后是有俩摄像头 有俩摄像头 然后再往后呢 是开始有仨摄像头 对吧 这一次一次加摄像头 然后呢 从圆角改成这个直角 然后呢 再加颜色 就是每一次的这个iPhone升级以后 你说我屏幕变了什么变化 我这个芯片做了什么变化 我这里头的系统做了什么变化 这个是iPhone可能每年 比如苹果公司每年要去思考的问题 然后大家也去用 但是这个东西并没有那么主要 它的核心关键就是要变颜色 变外观 为什么呢 就是每一次iPhone一定要变个颜色 是为什么 这iPhone是有极强的社交属性的 就是要仅一夜行是不行的 对吧 你说我穿了只好衣服 晚上出去没人看见 这事不行 那我如果拿了一只iPhone13 举到大街上 你以为我拿的是iPhone12 那这事我肯定就亏大包 所以一定要用新的东西 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这是iPhone13不是iPhone12 对吧 这个我去我现在用的是iPhone12 但录视频的这只应该是是一个华为 看看 这个 蓝的对吧 这是iPhone12最新出的颜色 那么所有每一次这个iPhone12也好 iPhone13也好 iPhone11也好 你只要出了 他一定要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标识 说这是新的 你一看他就知道你是新版本的 不是旧的 然后呢 每一次这个版本的机器还会卖的稍微贵一些 但是贵的不多 就是iPhone自己 苹果自己也会卖的稍微贵一点点 贵的不算太多 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这个社交属性 满足社交属性 然后呢 这个iPhone啊 其实从产品上说呢 他会有一些很神奇的东西 他技术不一定用最新的 他们iPhone其实经常是不会用新技术 但是呢 他会用一些新的这个有趣的产品设计 这里举个例子 比如说 无线充电 无线充电其实是安卓手机开始用下来的 包括现在安卓很多新的技术 iPhone都没用好 评下指纹 对吧 后来就一直没用 就是到现在为止 iPhone说 就是苹果公司说 我现在想给你上个指纹 对吧 特别像这次发的这个iPad 他会给你上个指纹 他会把指纹做哪呢 做在那个按键上 他在侧面有一个按键 我在那上给你做个指纹 然后那个 等于iPhone做全面屏以后呢 等于就直接把这个指纹干掉了 然后安卓一直是有这个叫屏下指纹的 iPhone就一直没做 然后还有像什么 小米MIX这次出的这个叫屏下摄像头 对吧 就是你像iPhone说 我我处理的方式就是把那个上的流行给你变小点 但是小米就是我已经很极致了 我把这个摄像头做在屏幕底下 然后呢这个屏幕在摄像头这块依然可以显示 然后呢你又可以有前置摄像头 又可以这个有一块一点口 一点缺口都没有的完整的屏幕 对吧 iPhone现在这些东西都没用 但iPhone呢 比如说咱们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新呢 他就是用户体验上的一些创新 这么多安卓手机都有这个叫做无线充电了 然后iPhone说我也来无线充电 对吧 无线充电完了以后呢 安卓手机这么多年设计了无线充电以后 这个一直有一个困扰的问题 就是对不准 对不准 就是你经常会发现把手机搁在那个无线充电器上去充电了以后呢 然后呢过一会儿说 哎现在充电的效果差一点 实际上什么呢 就是那个线圈 里边的线圈跟外边的线圈没准准 然后苹果说那咱搞一个专利 咱折腾一下是什么呢 叫Megasafe Megasafe是干嘛使的 Megasafe是在那个上面加了一磁铁 就是在苹果手机上割了一磁铁 然后呢你在这个充电器上也割了一磁铁 我就给你把这个对准的问题解决了 安卓其实发展了这么多年的这个 其实它可能早比iOS大概比iPhone吧 早个两年就开始有这个无线充电了 但是呢这个 这个苹果说我上来我给你做个磁铁在上面 无线充电这个功能没有任何改变 甚至它的功率什么这些东西 可能还没有安卓的那个手机高 对吧 那但是我让你好用了 让你一刹这个手机往上一贴 啪吸上 我把对准的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 甚至我还给它上的吸点什么公交卡呀 吸点什么卡包啊 吸点这种东西 哎 这个是苹果的一种创新 这几年的话还有一些新的这种 说有可能会用上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呢 远程充电 这个小米就做过一个这种远程充电的这种设备 就是说我可以这个很远的距离 然后可能在一个屋子里头给你冲上 这个呢就是就是大家不太敢买 好像卖的也不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它是用一个什么方式呢 就是它发现你的手机在哪 然后呢发现这个手机跟充电器之间也没有人 因为有人的时候你等于把这个电磁波就全都打在人身上了 然后他对准那个手机 然后给他发射电磁波 然后呢给他手机充电 这个事儿是很危险的 很危险 大家也不太敢用 也不太敢用 这让我想起来在早期 我大概是在 996年 97年的时候 见过一个产品 那个时候WiFi还没现在普及 就是他那个时候没有什么WiFi 也刚开始有WiFi标准 那个时候呢 日本人就做了一种很奇葩的这种无线联网技术 他是用什么呢 用红外线 就是用咱遥控器上用那种红外线 然后长得呢像个小机器人似的 你把它搁在桌上以后呢 他会自己扭头 咔咔咔咔转 转完了以后呢 找到你每一个房间里那个红外线探头 就是他的那个路由器 是一个红外线的一个发射机 在装在屋顶上 当时那个做那个设备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很多这个古老的建筑 然后呢你在里头去布线是不行的 所以他们就做一个这样的 像灯一样掉在房顶上 然后每个人的桌子上呢 吃一个这个无线的这个接收器 然后呢他每次需要去联网的时候 他会转 先先横着转 然后呢在这个竖着找方向 找到以后 然后对准上面这个发射点 然后可以去联网 当然这种设备后来没普及起来啊 现在大家都是用WiFi了 这个无线充电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我们看到好像日本人做了一种新的技术 是什么呢 就是他把整个房间用铝板包起来 然后呢在这个里边有一些这个电的 就等于磁的这种共振 然后呢通过这个方式再来充电 然后呢 但是这个也有也有他的问题 就是他们已经实验成功了 说我把这整个房间用铝板包起来 然后呢他这个磁场会发生波动 然后呢再用这个方式充电 这个手机呢 你不需要再对准了吗 你就在这个厂里面 然后呢这个磁呢本身对人体的危害又比较小 这个磁共振播对这个人体的危害比较小 而且可以达到 就是你不用对准了吗 你得整个屋子都是在这个厂里面 然后手机可以达到50瓦的这个快充 也许以后这个会变成这个 像咱们现在使用WiFi的这种东西 但是他有他的问题解决不了 你比如说你真的把一个房间 用整个铝板包起来 那你这房间里头就是法拉第龙啊 你就彻底没有信号出去了 你可能还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对吧 而且呢 其实人你说你 你怎么能够让人相信 说这东西是对人体安全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问题 非常非常难的一个问题 下边我们来讲讲这个 今天讲的这个下一个话题 就是旧手机回收 极大的刺激了新手机的销售 我呢 在猎豹的时候 做投资 那个时候呢 就见过这个爱回收的创始人 爱回收的创始人 当时呢 我们也想投资他 但是后来没投诚啊 后来是被京东投了 这个 他们呢 就是回收旧手机 实际上大家想说 刚才我讲欧洲人那例子 就是他手里有一个旧手机的时候 他没有换新手机的动力 因为你想一个手机 像iPhone这种 你要买一个这种大号的 这个基本上要一万多块钱吧 一万多块钱 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就是一个月薪水 或者半个月薪水了 这个事很痛苦 那么呢 这个爱回收 他就解决了一个问题 说你把原来去年的手机 iPhone其实保值还是比较高的 你如果不磕不碰 然后只加上壳什么的 加上膜 然后你用完一年以后的话 他可能还能剩原来 50% 60%的这个价格 那你说我只要用一半的钱 我就可以去买新手机了 但是苹果自己也出那个已旧换金业务 但是其实没有 没有那个爱回收的好事 没有爱回收的好事 然后大家就可以去去这个 把新手机出了 然后呢 去进一个新手机 当时 为什么这个猎豹想去投资爱回收 是因为他想着说 你要上新手机的时候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 因为就是所有爱回收的这种点 或者是这个回收宝 或者其他的这种 手机回收点 都干一个什么事 他会卖新手机 或者说卖这种翻新的二手手机 他会干这个事 然后呢 干这个事的同时呢 这个当时就 我们就想是不是可以把猎豹的APP 直接窗进去 所以呢 当时想去这个投资这样的一个项目 然后京东呢 就更简单 就是说他有这个二手手机的业务 对吧 他有二手手机的业务 我就把这个二手手机 那个可以直接通过京东平台 京东他自己还有完整的快递 对吧 我可以去买 做了一个事情 而且呢 做这个 就是我可以 就是你把二手手机回收了以后 我还可以马上把新手机卖掉 京东希望要的是 这个新手机的这个销售机会 甚至是一些二手手机的销售机会 他都是需要的 所以京东最后投资了他 这个当时呢 我们就去问 这个爱回收的这个创始人 因为就是我比较 因为做投资吧 就是有机会跟那个CEO直接去沟通 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意模式 然后他就给我讲 他说这个东西是这样 就是第一件事呢 你要识别这个手机 你首先要估价嘛 你第一件事你要评估 说这个手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型号的手机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北京 中国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叫华强北 他会把各种这个手机做的都很像 就是有现在有什么特别火的手机 他会做的非常非常像 那你说你个回收手机的 如果再被人骗了这事 你肯定就亏大发了 对吧 所以他就跟当铺似的 就是你上来说 我先得看看你这东西是光板 眉毛重吃鼠咬 然后这个一件这个什么皮奥 还是说一个一个完整的皮奥 或者一个纯新的皮奥 对吧 他得能识别出来 当然你说我上来以后就跟当铺似的 我就一个好的皮带衣来了以后 我就光板眉毛重吃鼠咬了 那这事不行 你就等于没有信誉了 所以他还是说我要尽可能的 如实的去给这个产品去评估 对吧 很多人用这个爱回收 其实不一定跟他交易 但是他会有时候会到网站上去看 说我的手机现在值多少钱了 他会去看一眼 他这个评估工具的 你要看 看完了以后 你比如说发现你手机还值5枪 这个时候你拿着手机去 爱回收的时候 比如去店面也好 或者说直接网上下单 他来给你拿走也好 然后你最后达成交易 你不能差太远 你比如说 我爱回收经常干一什么事呢 就是你在网上评估完了 然后到他那 他会给你改一改 就是改什么呢 叫有轻微划痕 你用了这么长时间 你肯定还 就算你拿下壳加膜了 你还是会有轻微划痕 然后给你扣个 可能100块钱200块钱 对吧 让你觉得这事也可以接受 但是这个稍微的有点小不开心 但还是可以接受 下次你有新 你有旧手机要卖 你还会想而用的 但是这样的一个玩法 这样的一个玩法 就是第一件事 你要评估 评估完了以后呢 下一件事干嘛呢 你要把这个手机去拆解 就是说你要去翻新 有些手机你要翻新 然后有些手机 你要维修 它里头可能有些摄像头坏了呀 或者什么坏了呀 你要去修这个手机 然后呢 这个翻新了以后 然后呢 再往下一个环节走 就是他们其实 按回收 或者说这种一般的这种回收保 他们其实不太管后边的事 就是他只管 就是我们手机收回来完事了 至于说 这个检测 估价回收 这是他们该干的活 甚至是卖新的 然后贴膜 这是一些小的手机维护 他们也干 对吧 再往后说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手机再怎么去翻新处理 他就不管了 他可能是下游的另外一家公司去管 然后再去卖 那再去分流 这个待会我们再讲 说这些收回来的手机哪去了 对吧 这是其他公司在干 但是每人负责一款 然后回收保呢 也是这几年发展起来 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手机回收的一个项目 这个呢 还有里头还有一些人呢 是我以前同事 这个同事是干嘛的呢 就这一个团队是干嘛的呢 原来是做安兔兔的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知道安兔兔的故事 安兔兔呢 是一个手机跑分的这个工具 就是你家手机上装上安兔兔的 让你跑一分 然后大概你这手机这个多少多少分 我记得雷老板原来有一个特别神奇的这个 这个话语 就是不服来跑个分啊 讲的就是安兔兔 对 然后呢 这个这个里头呢 这个因为我们是在猎豹嘛 猎豹实际上是雷老板控制的一个工具 然后呢 呃 我们就去把安兔兔收购了 就把安兔兔收购了 但是你说这个安兔兔收购了以后 是不是在跑小米手机的时候呢 他这个分数就高 跑其他手机的时候分数就低呢 呃 在这我要说呢 确实还没有 还没有这事 呃 为什么呢 就是安兔兔是一个很奇葩的一个软件 就是他中间的那段代码核心代码 不是安兔兔自己代写的 不是安兔兔自己代写的 就是我真正跑分那段代码不是他写的 那谁写的 他是一个开放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签约 比如说你是高通 你是这个MTK 你是小米 你是华为 你是谁谁谁 麒麟或者说是英特 是NVIDIA 你要来跟我签约 然后你签约了以后呢 我就把这段代码开放给你 然后呢 大家可以一起来修改这个代码 你不签约 说我不加入你这个故事 我不向你交钱 那你就别管 那你就是用别人跑好的代码来 在你的手机上跑分就完了 你就别管这事了 对吧 但是呢 那个如果你签约了 那么这个代码是对大家开放 然后呢 高通说我现在出一个新的CPU 对吧 然后呢 用原来的方式已经跑不出来了 那我要修改这个代码 然后提交了 提交完了以后呢 MTK啊 什么英特 他就能看到这段代码 他也会拿这个新的代码来跑自己的手机 但是他可以同意 也可以不同意 在大家商量 大家都说 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东西 然后那咱们就用这个来跑 对吧 所以你说这个 这虽然说是 等于雷老板是间接控制了安兔兔这个公司 但是呢 安兔兔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公平公正 比较公平公正 但是后来有一个 中间有一个小故事啊 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有一次呢 安兔兔做了一个升级 升级了以后呢 这个有个二户在上呢 写了一个升级的这个原因 说升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我们要修正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是什么呢 是这个 忘了当时是OPPO Vivo还是谁了 反正这家那个用户的那个手机跑分比小米高 就把这些话写上了 但这事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后台的故事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呢 用了MTK的CPU 然后呢 MTK呢 在看了这个整个的一个跑分代码以后啊 他在这个手机里边专门做了一些功能 就是在芯片里专门设计了一个一个套路 然后呢可以来骗这个跑分程序 然后让这个手机在他那个就是在他那个跑分的时候让他跑得更高 但是呢这个当时这个安兔兔的人看完了以后呢 也是觉得这事是不对的 就是首先这个其实跑分这个事本身并没有那么严谨 他给你的手机硬件环境 给你的软件环境 给你这个装了多少APP什么都是有关的 对吧 他本身并不是就是你一个手机 从你买了新的到你用了一段时间以后 那个分数会变 但是呢 说第一 大的是要跟这个用户的这个主观体验一致 比如说这个用户用这个手机 你明显感觉比如跑游戏跑得慢 对吧 然后呢 另外一个手机跑游戏跑得快 但是你说这个跑得慢的这个人 这个手机 这个跑分还比那个那个使用很流畅的那个手机跑得好 跑得高 那这事一定是有问题的 只是这个这个二伯呢 写这个什么的时候 写这个升级这个备注的时候呢 给写错了 但是后来被人诟病了很长时间 在这里讲啊 就是说安兔兔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公平公正的东西 然后安兔兔团队呢 收购了以后啊 他们应该也是基本完成对赌 然后这些人就离开了 离开了以后呢 就是真正的技术团队啊 就是加入了这个回收宝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 这他们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能够把这个手机都盘清楚 到底是哪个版本的 然后这个 到底是这个用了哪些配件 配件是不是原装的 是不是拆过 你需要有一个能力来鉴定这件事 所以安兔兔这帮人呢 就干这个事是最合适的 对吧 他人家就本来就是做手机跑分的吧 哎 所以呢 这个就是啊 回收宝 后台就是就是安兔兔原来的技术团队在做 然后呢 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后来者啊 最近还有一些这种 什么什么找亮机啊 什么 大家都在都在干这个手机回收这个业务 这是一个挺大的市场 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然后后面我们讲这个手机 被回收了以后都去哪了 都去哪了 这个最主要的呢 就是叫翻新销售了 重新卖掉了 那你说我是不是有时候买的手机会是这个翻新机 通常情况下翻新的机他会告诉你 他不会把翻新机当新的卖给你 这个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啊 说是不是有人把翻新机当新的卖给你了 这事我们不能排除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这个就是手机还不错的情况下 他们会翻新来销售 翻新的过程 比如说你原来有划痕了 他给你换个壳 那你屏幕裂了 或者屏幕有这个什么了 我给你研磨一下 或者说我给你换个屏幕 对吧 他会拿去卖 然后卖到哪去呢 第一个是卖到东南亚去 就是我那时候在印尼 雅加达就见过大量的人 把那个当时的这个三星的note系列的手机 然后呢 从国内用集装箱拉到那边去重新买 对 但是这种手机就是厂家是没有保修的啊 厂家就因为他已经过了保修期了 厂家就不给你修了 但是呢 手机这个东西其实挺皮士的 就是你经过翻新以后 正轨厂商翻新以后呢 还是挺好用的 还是挺好用的 再用个两年什么没啥保庇 对吧 然后呢 国内的话就有些二三线城市啊 也会见到这种机器 然后这些翻新机呢 在这个京东上也专门有机地方卖 然后包括在这个 现在还有这种什么的照亮机 专门就卖这种翻新机的 哎 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你其实iPhone13出来 你其实你用iPhone12也没什么毛病 不会不会说差别特别大的 对吧 除了那个最新的颜色没有 你其他的其实不会差那么大 但你说我现在用iPhone11 或者用iPhoneXS什么这种更老的 就就就会差一点 就会差一点 但是通常情况下没有那么大差别 这个呢 就是第一个去处是这个 第二个去处是什么呢 就是手机租赁 就是现在还有一些小的这个公司 现在探索这条路 就是我是不是可以把手机租给你用 你不需要一个新手机 但是这块呢 其实一直用的没有那么好 因为手机这个东西是太私人了 就是你换一次的成本也挺高 也挺麻烦 所以好多人他不爱干这个事 就是我就有一个手机 拿换钱一点旧点的 然后我反而我就一直用着 你去租一个手机这件事呢 就是租一个月过两天还得还给人家 可能有 反而我至少跟我的消费习惯是差异很大的 这个也许有人喜欢用那种租赁手机 可以回头分享给我 说我为什么用这个东西 用租赁手机租俩月以后再还掉这个事 到底是一个什么感受 这事我是完全没有没有感觉的 还有些手机干嘛呢 那就是流入这个黑暗市场 黑暗市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会拿手机呢 去做群控或者做这个刷量 做什么这样的事情 这个呢 量不是很大 但是反正也存在也存在 就是呢 这些手机 然后像僵尸一样 插在架子上 然后呢 是靠这个脚本 或者从外部来控制它的 然后呢 来做一些统一的动作 模仿真人 做一些统一的动作 这个事呢 也有一批 也有一批 这个最后呢 就是真的去回收了 就是旧金属回收 因为这个手机呢 还是有一些这个旧的东西的 还是有一些旧的东西 比如说里头有金子 有什么这个元器件 就是你如果直接把它扔了 特别像锂电池这种东西 它很危险 而且呢 也非常危害环境 就是你把它整个回收起来呢 还是值一些钱的 还是值一些钱的 而且国家也给他们补贴 让他们来干这个事 我我见过一些这个处理这个 就是终端手机的这个公司 或者团队吧 他们经常会这个把新手机 当这个旧手机 直接处理掉 什么情况会干这个情况 干这个事呢 你比如说这个 大家走到这个营业厅去 比如连通的移动的电信的营业厅 他们经常会做那种叫特供机 那手机也没牌子 就是叫中国电信牌 中国连通牌 然后呢 这些手机呢 这个你买连通电信套餐的时候呢 他就送给你 让你去用 然后也挺老大个的 就是他配置其实差不太多 他的手机的CPU呢 可能是用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珠海全制啊 或者说上海的那个芯片厂 就是他反正用一些小厂的那种芯片 他不是用的高通的 也不是用的什么MTK 或者是这个麒麟 他都不用 他用一些这种 中国是有几个这种 就是也挺有名的这种芯片厂 他们也在做这个ARM芯片 用这种芯片做出来的手机 然后拿去买 对 这个呢 比如过一段时间 他就彻底旧了 就彻底卖不出去了 因为那个手机更新换代 还是很快的嘛 就中国人每次还是喜欢追时髦了 那这个彻底卖不出去了 你就放在裤房里头 等于占一块地方 然后这个 你还要一直去管理他 这个事就就非常非常痛苦 非常非常痛苦 然后呢 这个就要这个 把他们整个都处理掉 把他们整个都处理掉 这是这个手机回收 这个手机都去了哪了 这个手机回收 其实最主要的用途 还是这个 要引导新手机的消费 就是你一定要把那个旧的给他处理掉 否则他不愿意买新的 他不愿意买新的 这个是这个手机销售 就是iPhone13出来以后 大家想的一些故事 第一 iPhone销售的历来的故事 就是我是比较喜欢用iPhone的 iPhone至少 就是你买完了以后里头啥也没有 然后这个你不像安卓手机似的 就是如果你不是在这个直接店里头买 或者说在这个 就是比如华为店 小米店 或者是到这个 安回收的这种店里头去买 你是到这个运营商的店里去买 或者到一些路边的小店里去买 你真不知道你手机里到底装了啥 那个是非常非常吓人的 非常非常吓人的 这里的还有一个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叫刷手机的 刷手机的 大家去 我以前去过一些这个手机的这个工厂 就是这种贴牌工厂去去看 那真的是门口站一六人 这一六干嘛呢 就进去说 我有一个APP 我有个游戏 你能不能帮我刷进去 然后刷一个多少多少钱 然后你跟人签个协议 人家给往里刷 对吧 他会把你的手机给你刷满这个东西 给你刷满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这些手机 你说我现在比如刷了个APP进去 这个APP就到用户手里了 不一定 因为为啥 就是他走到库房里以后 还会被刷 就是有些人到库房里头说 手机已经到咱库房了 咱再刷一遍吧 然后一个APP多少钱 然后咱把这个一万台手机给他刷掉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从库房拉到这个店面 拉到这个 比如移动的这个营业厅 这个开车这一路上 我还可以再刷一遍 因为他每一层他都收钱了 然后呢 只有到最后那一层 才能真正见到你的APP 才能见到客户 让你的APP才能见到客户 然后呢 中间是一层一层刷 一层一层刷 所以当时卖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 叫塑风机 因为你刷完了以后 你像新的一样给人封回去吧 所以你啊 重新做作风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在猎豹 做这个叫做Clean Master 清理大师 干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这些应用给你清掉 要不然你那手机根本就没法使 你装任何东西都装不下 因为为啥去给你装码 而且他为了那个 这个签了协议以后呢 这个还希望你尽量不要把它删掉 还都变成系统应用 你删不掉它 所以当时猎豹的做这个APP 就是专门干这个事 特别是反正在比如说 在印度 就是大家最喜欢用的功能 就是叫清理旧应用 就是清理不常用应用 把这个功能是大家最喜欢的 对 这个是跟大家讲讲这个手机回收 手机销售和iPhone13 来了以后的一些故事 好 感谢大家收听 谢谢